今天有朋友要來這邊 我來看一下 我就來修一下我的靶場 等一下可以跟他一起玩 我們先瀏覽一下 等一下我們一一來介紹 我們大致上這次有照年代在放 但是也不一定 首先主持也一定要先講 就1911 1911 Cold的1911 那他的彈架 再來榴彈炮 11mm應該不是 40mm 40mm榴彈炮 再來這 這個特戰英雄 USP Educator 再來這是M9的一個 塑膠槍 橡膠槍 再來貝瑞塔的鬥牛犬 PS4 再來也是 老經典 P226的弟弟 P29 再來是經典 M9A1 美國自製手槍 美國自製手槍 這幾把 1911 M9A1 P229 其實這個也是 USP也是美國的自製手槍 再來 克拉克26 這樣未可用到的 再來 日本很有名的 海卡帕 海卡帕 再來是自製手槍 M17 還有他短板的M18 這支手槍 再來 這個 槍廠自己製造的 玩具槍廠的 KB13F 真實世界也沒有這把 再來很有名的 P90 這個自我防衛的 這是真實世界有這把 再來 狙擊槍 L96 AWS 真實世界有這把 再來 再來 台灣的警察自製手槍 WRZ 華色的PPQ MPA版本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 克拉克彈匣 G17跟G18用的 所以右手邊 G18C C是有補償器 就是往上噴 彌補槍口 會往上跳的 G17 在這邊 G18 在G19X X指的是握把是標準尺寸 好 再來這是 真實槍場 有這個 這是大嘴鳥 應該怎麼講 MMP的改裝版 這很有名的SAI 真槍廠的授權 MMP 再來是Jungwick 非常有名的捍衛任務的 授權的槍 這個也是 算開CAPA系列的 但是它叫做2011 2011 Combin Master 槍管都比HIGHCAPA還要再長 HIGHCAPA是5.1 它到 這個是5.1 這5.3 更長的 Jungwick用的 因為它授權 所以 這把特別珍貴 我把它放在這邊 雖然不是最貴的 但是特別珍貴 因為 它有授權 再來 很有名的 衝鋒槍 這個是MP-9 最有名的是MP-5 那再MP-7 那這是MP-9 跟它彈槍 還有最經典的 M4A1海豹托 M4A1 這很經典 每個玩具槍場都製造 那屬於算是AR系列的 然後再來就是下面的這個 限彈槍 就散彈槍 這是 比較少見 但是也蠻 算蠻有名的 STF-15 由Fab Arms 我出的 STF-15 就散彈槍 這是它的彈槍 散彈槍 大概 就這樣吧 危險的恐怖分子 當然現在我這把槍 這個叫P90 P90 有問題 還有M4A1 這是我很早前買的 有問題 所以 待修 待修 其他槍都可以使用 另外一把 各位如果知道的話 我有一把 沒有秀出來的 鎮爆槍 那一把 也是算珍藏 珍藏 所以 不是拿來靶場打的 因為它 威力太大 所以我的靶會被打破 打爛 所以那把槍 不拿出來用 然後 以震撼力來講 最大的聲音 是這個 榴彈槍 這打在 跟放 放那個鞭炮一樣大聲 然後 以 我的準度來講 我會 假設有 在比賽 我可能就會用M9 或是這個 HIGHCAPA HIGHCAPA的話 大家 改道都 超厲害的 所以 有點難 那 以它的板機 最真實 最能夠訓練到你的 是 PPQ 這把是板機最 算玩具槍中 最棒的 跟真槍一樣重 然後 以爽度來講 手槍可以連發的 這個是一定要買的 G18 Clocker 18 配它一個彈甲 一個彈甲要1200 很貴的 連發的爽度來講 我這邊畫就是 Clocker 18 M9 M9 不是M9 MT9 還有 KV13F 這是我在玩 連發的時候 最好用的 那 精確度 這把算蠻準的 那個 USP 還有 算是 這個 江衛克的 2011也算蠻準的 那 以 迅速 瞄準的話 那個 Clocker 19 X 算很好瞄 因為它的準性很大 那以夜色來講 我現在夜色 唯一改到 有 穿氣的 這個 自動夜光的 就這把 這個花不少錢 這個穿氣是真的 夜光的 它 是放射性物體的那個 準性罩門 是真的夜光 然後 以小巧 但是又還蠻準的 這個是 有點讓我 驚訝的是 KJW2的 G26 那這蛋夾是吃 它 KV13F的蛋夾 可以通用 它其實還蠻準的 而且瞄回蠻快的 它準性罩門 是蠻大的 那以純粹金屬 金屬感 聲音最響亮的 是這一把 P29 但是不準 它不準 但是它 拉滑套起來 很爽 很爽 嗯 還有什麼 那 鬥牛犬這把 是華山的 這不是 不是那個 唯一出的 這是華山的 CO2的 只是喜歡造型 它一點也不準 不推薦買 不要買 不要買 然後的話 準確度 這個算也不錯 M17 就是 6HOUR的 P320的 M17 也蠻準的 算是 性價比算合理 它蠻貴的 這把蠻貴的 其實改到最後 最貴的可能 是這一把 我改到花不少錢 但是有些槍裡面 我都有改槍管 就是精密度會比較好的 像 克拉克 17 18 我都改過槍管 都會蠻準的 然後 嗯 還有什麼 改內管的話 M9 忘記有沒有改 忘記了 然後 這個也是大改 這個其實買 很久以前就買 它整個大改 它 幾乎不是原來樣子 幾乎是整個都鐵的 感覺都鐵的 那 這個夜色的話 如果是 單純夜色 我可能會使用這支 USB 還有KB13F 它們是具有夜色功能的 那 剛剛說 有夜光準星 照門的這個 克拉克17 目前困在 一個東西 我沒有弄 就是它槍管 沒辦法接發光器 目前一直缺貨 一直缺貨 所以它沒辦法接發光器的 那個頭 所以沒辦法夜色 但是它已經有 具有夜色功能 而且準確度蠻高的 蠻高還是有點可惜 目前 進度到這邊 然後夜色這台也可以 這支也可以 這頭我換過 這其實可以裝發光器 然後它也是有那個 光學的 光學的快瞄 所以它也是可以夜色直接把 然後 現彈槍的話 聲音爽度也是它 跟T229一樣 都蠻爽的 打起來蠻爽的 然後2011的話 聲音也不錯 它不太像是一般 呃 鋁製滑套的那種聲音 有點像鋼 但是又不太像鋼 那麼清脆啊 好 那 大概這樣子 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的武器 一般人應該嚇到吧 活力強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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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